六胎小生七胎大生录像展 是由香港录音太奇发起 与凤甲美术馆台北当代艺术中心合作 从三个机构的录像资料库中 挖掘探索过去曾经放映过的艺术家与他们的作品 借由这次再放映的机会 重新思考录像作品中声音的可能性 让听觉反客为主成为串接影像的枢纽 而稍嫌绕口的展明 六胎小生七胎大生 则是来自于生活中 每当我们试图调节音量 却总是不得要领的细微体验 展场中总共有五个频道 用不同的关键字串联起来自香港及台湾 总共是二位艺术家的作品 这五个关键字分别是 家族旅行、无声隐喻、后摄阅读、 英领成像及噪音现场 当观众在展场中游走观看不同作品时 就好像是拿着遥控器切换着不同的频道 在第一展间 墙面上投影着旅行片段的影像记录与文字 如旅途中随手记下的思绪切片 或是手持室拍摄的摇晃视角 记录下与家族成员的相处片段 搭配着音乐或是笑闹声 慵懒地赖在蓝骨头上 是建议的理想观影姿势 而在展场一侧 投影着的是无声静默的影像 当原本喧闹激昂的画面被噤声 稀疏的环境音反倒成了回荡不绝的声响 即便是已经身处在展场的另一侧 你依然能够感受到来自影像无声的凝望 展场墙面上的三台荧幕 则是像儿童乐园的主题园区 每个萤幕里实验着影像与声音 巧妙编排所带来截然不同的效果 在急着戴上耳机前 不妨先就画面猜想声音的呈现 会是冲突亦或是和谐 这次展览并不是图从影像阅读 或是文本分析的维度切入 而是希望就像展明 六台小声七台大声一样 发掘一个聆听影像的微妙角度 一个适合夏天的观赏体验 一个讲太多话就会听不清楚的展览 Cut